作曲 李宗盛 疼痛的來源就是有一些 當然比較常見的就是可能是軟組織 包括肌脊兩邊的脊 骨頭本身它其實也有一堆韌帶像裡面住 所以其實這個韌帶發言也是一樣的產生疼痛 再來就是冠寂 那眼睛是OK 那眼睛大當然 他也會退化變成有骨刺 那這個也是一個疼痛的來源 那我們一般 其實如果只是關節疼痛的話 就是關節炎 或是說人帶 或是肌肉的發炎這些 比如說有的人 彎腰半個東西要散到 這一種人大問題就是吃吃藥會好的 會需要到手術 大概最主要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神經被壓迫 比如說我可能會有小腿 麻痛 他壓迫得厲害的話 我們會把它講成叫神經性的波形 他可能走五分鐘十分鐘 他就會突然覺得 下次就會沒有力量 就是需要休息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比如說脊椎有退化 或受傷過後 那變成滑脫 滑脫的意思就是 追求他沒有排列好 就是有點錯開 那這樣會造成就是脊椎的不容易 那病人大部分他 症狀就比如說他躺著到起來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痠痛 或者說他覺得他沒有辦法 質地很久 這樣就都要休息這樣 那所以大部分對 就是說不穩定的疼痛 跟神經有被壓迫的話 是需要手術的 那若是單純 比如說可能是肌肉啊 或是卵組織痠痛 或是關節炎這一種 通常吃藥復健會感傷 這就是歸展示範 如果是侍了 請你看去死亡 這樣一邊 喜歡這隻 我剛剛有病人的 是